HELLO 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庫曼仁對上達達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紅方式選擇了庫曼仁 庫曼仁最大的特色是可以在封建時代建造自己的額外的城鎮中心 所以他在很早期的時候就可以直接開農 產生更多的村民來增加自己的經濟 那他本身也是馬舅單位 這個遊俠跑得最快的文明 那他不只有遊俠也可以打 遊俠也可以打這個駱駝 但是他駱駝沒有這個縱裝駱駝 所以可能到帝王時代設備注意一下 那達達人也有這個草原騎兵可以用 那他的後期組合呢 通常是選擇這個大洛馬 或者是遊俠加清查的一個策略 然後再配上一些騎兵 跟戰毛兵的一個做法 那庫曼仁他算是一個偏濃的文明 不太適合打強軍事 雖然封建時代可以製造衝車 但是打強軍事的一個問題就是很容易 容易打輸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庫曼仁本身 他除了封建時代可以造城駿中心之外 他沒有其他的任何的經濟加成 他只有這個射箭廠比較便宜 還有這個馬舅 還有這個騎兵移動速度比較快 基本上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他跟有經濟有關 所以庫曼仁打這個前騎快弓和龍背手下 所以我比較建議是打一個偏濃的一個 庫曼打法會比較適合這個文明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達達人 那達達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有免費的拇指環跟安心人戰術 所以他在於出這個馬功騎兵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成型的 只需要點一下品種跟耕種技術 還有三級色、化學、彈道學 就可以變成完整版的這個馬功了 就不用再去花資源點拇指環跟安心人戰術 那因為他有免費的拇指環關係 所以達達人封建時代其實也是很適合打工兵的 工兵在銜接上城堡時代的奴兵 點一下二級色、彈道學 就也是完整版有拇指環的奴兵 所以達達人的一個戰術來說是比庫曼人 比較彈性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蠻好奇 這兩個都算是DLC的文明 而且都是在同一個DLC裡面的 達達人跟庫曼人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兩邊的這個馬功文明 誰比較厲害 那目前我覺得達達人這邊 可能會稍微 有點有優勢吧 因為達達人有這個清查的關係 而且有這個重裝駱駝 那如果庫曼是打一個遊俠 或者是打清查路線的話 達達人也可以打駱駝 而且也可以打這個馬功 去做一個對應的 甚至打戰謀 什麼戰術都可以 雖然沒有強弩 但達達人我覺得還是有優勢一點 畢竟這個科技成型比較快一點 那如果庫曼想要打贏打打的話 可能就是需要在封堅時代開農的時間點 獲取一些經濟上的優勢 用這個經濟壓死對手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加速一下下 那我們現在看到庫曼人 這邊是已經點下了 織布技術 兩邊都是打一個18P 上封堅時代的一個做法 好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地圖好了 地圖方面呢是紅色 庫曼人下方金礦在這裡 那果子在右邊 前期上來說 防守會比較耗費一點精神 因為右邊來說的話 因為位置都很近 如果果子在這裡 黃金在這裡的話 對方就沒辦法那麼好燒了 那達達這邊 前期只要打果子這邊 跟金礦處 基本上就可以重傷庫曼這邊了 那庫曼這邊 今天想要這麼快上到封堅時代 也是因為自己可以開下城鎮中心的關係 就算不打城鎮中心 打這個極速落馬開局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在遇到敵方是庫曼人的情況下 自己的偵察要偵察好 你要去觀察對方到底是 打這個封堅開農 還是封堅出馬舊正常打的一個做法 那如果是馬舊正常開局的情況下 要特別注意 對方可能打一打 就突然蓋下城鎮中心開農 突然轉手為攻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庫曼人的敵人 是比較難纏一點點的 心理層面的方面 會比較複雜一些些 好那這邊看到一隻棒棒 跟一隻刺猴直接開扁了起來 村民稍微拉走 前方刺猴想來卡位嗎 這邊拉了另外一隻村民想要來解圍 自己拉伺猴過來回救一下 好那這邊是決定要來打一個正常開局 而且是打工兵不是肉嗎 工兵開局的話待會有挖金了 OK那就沒事了 兩人挖金 好那這邊可能還可以再打一下 次好小心一點 好兩邊都是同一時間點下了一擊伐木 再看一下黑雅這邊 那大大這邊也是工兵卡 兩邊都是工兵開局 都是蠻正常的 那這邊村民可能會補到五個人挖黃金 這邊出來村民要繼續補黃金 補到五個人 這樣才可以維持這個穩定的黃金量 好那待會工兵可能會有點斷 可能會轉點毛兵出來打 或是就直接停工兵 好大大這邊也是按了工兵 好那打打這邊的話 黃金放在前方比較難受一點 待會這邊圍過來會比較好 好但這個地方是還好 這個也是封建時代的工兵 射不到裡面 城堡時代才能射到裡面去 所以應該黑雅的身手來說 這個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棒棒回打一波 右側看起來 黑雅這邊看到對方沒有開弄 所以自己也沒有打得很激進 都是稍微按一下兵防守 按一下兵防守 並沒有這個主動要出擊 好那這邊一擊農田沒有電 直接開灑了 這些農田 好這邊看一下能不能反打回去呢 哎呀這邊刺猴被收掉有點虧 但工兵也來不及射死對方的刺猴 好這邊有機會收掉嗎 好這裡門戶大開直接被鬧到金礦區啦 黑雅這邊用手動拉村民的方式把村民拉到左邊 好這邊四隻工兵可以直接上高地 這裡要分兩隊金銀嗎 還是要直接上去A呢 哇這邊控兵細節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是怎麼慢慢拖到上 拖到這個高地反擊的 哇這個黑雅扣兩坨工兵 控的好秀啊 哈特應該是覺得殺 居然還可以這樣控啊 OK這邊稍微一下把最後一隻工兵給收死 那黑雅這邊是直接四打三 自己一隻工兵都沒死 而且剛才是處於滴滴的狀態 右邊這兩隻是有點上到了高地反擊的回去 下方這兩隻也是瘋狂躲 然後躲掉剩下的箭矢 那果然喔 這邊庫曼真的是打到一半突然就開農起來 這個就是庫曼很難纏的地方 你正當以為他要跟你抱兵打 結果你自己這邊瘋狂按兵 結果對面開始按毛兵跟槍兵在防守 已經開農起來了 然後自己就按太多兵了 然後上時代又慢了 村民就很容易輸 這就是對上庫曼很麻煩的地方 好稍微加速一下下 待會黑拉這邊移上到城堡時代 應該還是會先開個城鎮中心喔 不會完全打一個城堡強軍士開打 因為對上庫曼 這個前期的開扁風險太高了 很容易就變成說 你單TC打對方庫曼雙TC封建時代 然後可能庫曼上到城堡時代又變3TC開農 經濟一直處於一個領先狀況 就會很難打 那遇到庫曼人的時候 即使你落後了 你還是要到城堡時代 至少還要開一個城鎮中心 才不會落後太多 這個是遇到庫曼人才需要注意的一個小小細節 因為以前的黑拉 他就是看到庫曼都沒有在想這些事情 他就很容易輸給庫曼了 就他很喜歡打強軍士 結果就很容易被庫曼農上去被制裁一波 那他現在的他應該是不會再做這種傻事了 可能一到城堡時代農起來 那這場我不確定他們兩個是打的如何 目前看起來是黑拉打打人 比較有優勢一點 純粹是因為橫行的快 而且還有重裝駱駝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因為兩邊頂尖高手打的時候 垃圾兵出場的機率是比較慢一點的 那打打人打黃金兵的話 駱駝又很強勢 而且還有這個雀雀可以使用 雀雀是一個防禦很高 血量很多的一個騎兵 而且造價很低 就是以造價的價格來說 他這個體質是非常划算的 這邊工兵雙射箭場出門 結果看他果然是打一個 封建時代爆工兵的選擇 然後這邊要上 弩兵三級二級射 OK 補下了 然後再補下一個二級伐木 好 這邊優先打強軍士的關係 所以城市中心會慢點下 但是這時候的他都已經有母子環了 那這邊就要看好不好下大雪了 如果這邊下大雪的話 工兵有彈道雪 威力會非常強 而且現在有母子環的關係 射數也不弱 其實投資一個大雪也算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好 但是這邊還是要開一下城鎮中心 果然果然 高手們的一個頂尖 觀念就是這樣子 補下了補下了 OK 趕快農 那你看到這邊 這時候打打村民樹已經落後十寸了 這時候農上去頂多是持品 所以要盡可能的用這些奴兵 擊殺到更多的村民 甚至走進去亂他農田 亂他的木區 金礦區 盡可能去打一下會比較好 庫曼這邊已經升到城堡師大 可以打兩種單位 一種是騎士 還有草原騎兵 那如果要打毛兵的話也是可以 但毛兵的話 現在的問題是要先升戰毛 但庫曼人士選擇鞋兵的關係 戰毛可能就會很難升上去 也很難量產起來 所以現在庫曼人士決定要雙 喔 不是雙 是三個馬舊 爆騎士防守 OK 這邊工兵分兩隊 其實對黑拉來說不太好 好 這邊想要先集結往上 把這一坨的兵給帶走 然後再讓自己的伐木工回來 再繼續安全的伐木 好 當然這邊那個 騎士還是被收掉了一隻 黑拉這邊控兵還是非常厲害 這隻村民可能拿不下來 但至少這邊有殺到四村喔 所以村民他就有稍微拉近了一點點 大概拉近了大約只差距六村而已 OK 那這一波確實有打到點東西喔 讓對方的兵也在家裡 庫曼這邊 待會應該會開下第三個城鎮中心喔 那這邊可能還是要待會挖個石頭 然後家裡已經轉出了馬功騎兵 修道院可能還要再補一個喔 這是修道院嗎 這個是馬舊耶 那馬舊這邊補下去的餘音喔 是要來補這個品種喔 還有這個耕種技術 不然這個馬功的血量太少了 只有50滴血而已 那騎士本身有120滴血 基本上是馬功的兩倍的血量 那沒有跑速的話 也很容易被騎士追著打 所以這邊可能會先優先升個品種 先升個品種增加血量 然後再來就是點跑速 好那這邊三個城鎮中心也開一下 黑拉的經濟開始跟著上來 輪走技術也補下 開始注重自己的經濟囉 好這裡趕快補一些防治 好這邊擋下 好這邊直接殺到了黃金處 好還是打到了一些血量 那我真的覺得庫曼這邊 要轉一下戰毛兵會比較好 這邊庫曼是選擇打駱駝 嗯就有點微妙了 這個駱駝數量很多才會有即死的效果 在初期的情況下喔 這時候出戰毛 或者是出奴炮頭痴喔 其實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戰毛的好處就是 比較好有機動性的喔 去抵抗對方的 這個叫什麼 馬功 好 駱駝的話也是喔 駱駝跟戰毛兵喔 在這個時間點喔 有點算是 有主動權的 比較能夠即時去支援的 奴炮的話就比較有困難 跟透視車一樣 好那修道院補下 待會要來撿一下聖物 那打打這邊 是決定3TC開農上去 待會 可能他再補個大學吧 好 或是修道院 但這裡沒有補修道院喔 可能是要直接放棄聖物喔 然後打算要準備 暴墊馬功 村民直接開打 那實質上喔 這兩邊喔 都是馬功國 那兩邊的騎士 也不能說弱 好 那達達人這邊 能打的騎兵單位 就只有 雀學喔 跟這個草原騎兵能打 那其他的單位喔 是沒有贏過 庫曼人的遊俠的 所以這一點要稍微小心喔 那達達人的施護甲 是比較適合 對抗對方的 工兵單位的 那其實 對於 打這個遊俠 這個施護甲的 施護甲的這個裝甲 沒有那麼明顯有用 所以在護狀的情況下 達達人可能還是要出點駱駝 去做一個 應對遊俠的方法 不然就是一樣喔 用這個遊俠 用這個聖旅喔 去著想 好 庫曼人這邊大量駱駝 直接上來應A 左邊可以拿的馬功 馬功損失了一些單位 雖然也是把對方駱駝 撕到殘血 但至少 有把追手給逼了回去 好 這邊騎士想要砍桿 蓋下去的銅田 很可惜沒有收掉 好 這邊馬功在集結一波 這邊回頭射個擊發 但還沒有彈到血的關係 被拉走騎士 基本上沒有扣血 OK 終於點下了跑速 終於可以追上庫曼人的跑速了 那在這個時間點 庫曼跟達達人的跑速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有奴炮貫穿 效果很好 這邊直接穿爆了 黑拉的馬功 馬功數量有點下降到了剩16隻 後面駱駝再補一點傷害 就可以很輕鬆收掉了殘餘的馬功單位 這邊剩餘把HOT的庫曼給逼退了 那這時候庫曼人可以先考慮喔 要不要先存一下一棟城堡 然後來出青茶 那青茶跟馬功對射的一個狀況 是馬功打打人這邊是比較有優勢的 畢竟免費母子環跟暗血人戰術除此之外 手也是射程喔 也是比這個青茶還要好一點 所以這邊如果轉出青茶的話 要特別注意喔 就是一定要貼近對手 只要數量夠多青茶的話 然後二級射也有點上 還是有機會可以去硬換掉 對方的大量馬功 因為這個青茶的馬功是散彈馬功喔 威力蠻厲害的 但是就是要貼近 這是他蠻大的一個缺點 光是貼近這件事情就挺難受的 好這邊駱駝 直接上面硬砍 可能要直接打了 戰略應該可以招到個三隻 應該沒問題吧 結果最後只招到了一隻騎士而已 駱駝直接上去硬打 為了要來掩護這邊或翻蓋城堡的村民們 駱駝直接前壓到了 黑拉的城鎮中心 達達這邊是決定搜村 但可能要棄手這個城鎮中心 哇這邊可以直接用到兩座城鎮中心 非常賺喔 差得非常深入 兩座城鎮中心的農田喔 跟建築物本身喔 都可能會直接被硬生生的拔掉 哇這個城堡被蓋起來 讓黑拉有點重傷了 好在前線再補下一個城鎮中心 這一波潛壓相當成功 二級射待會補下 後面是選擇補下更多的蠻舊 前方的位置是選擇使用駱駝 這個要專軍去打嗎 是沒有喔 OK沒有要專 後方還是有駱駝的 好 黑拉這邊是點下輕騎兵的升級 欸這個時候轉輕騎兵 好像也沒有辦法可以擋住對方駱駝大軍喔 這個選擇是有點特別的 居然是選擇了輕騎兵 可能是想要去拿來打對方奴炮用的 或者是抓對方森掠 這才確定這個輕騎兵的實際用法 是要怎麼對應在這個駱駝身上 好這邊利用這個窄口 稍微堵住一下 但是這邊遲到了城堡的箭矢傷害 馬功一直倒地 這樣不是辦法 好這邊稍微著想一下 結果讓老頭去當了坦克 被砍死了一隻老頭 這邊想要關起來但沒有機會 這裡有兩個洞啊 聖明基地要防止走出去 好這邊看到上方城堡 直接建立在這個位置 好城堂中心直接爆開 右側城堂中心會有點危險喔 哇你看這個很賺啦 這一大片的農田 還有這裡城堂中心兩個 這裡少說賺了快一千木吧 一千的木頭 含這個城堂中心喔 然後還有這個兩百石 哇 再跟城堡真的是價值連成 然後還要再 喊這些沒有辦法收成完的這些農作物喔 這個黑拉少說損失了快一千分的經濟喔 當然就是黑拉這邊用自己的強大的經濟配置喔 後面開啟了更多農田 直接把經濟重鎮往後蓋喔 然後再慢慢蓋了出去 左邊這邊也建立一個新的防線 待會這邊有房子可以考慮低一下 然後繼續灑農田喔 讓自己經濟再更好一些些 現在農經濟四個問題喔 黑拉這邊已經先點下了帝王師帶 那庫曼這邊是稍微落後了一點點 但也是快要點下了帝王 好 清洗兵出來稍微控除 想要去抓村民 結果 哈特這邊沒有出去挖金礦 黑拉應該有點吃驚喔 欸 居然沒有挖金 好 待會升到帝王時代 黑拉就可以直接升一下重裝馬功喔 欸 結果這邊買賣賣了一下資源 賣了300食物 這樣好嗎 你還要點化學重裝馬功 賣食物感覺不太好 還要需要點黃金喔 大家這樣子就不能點重裝馬功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黑拉到帝王師帶會打什麼兵種 好 這邊點下三級色之後什麼都點不下了 黃金依舊很缺喔 那這塊金如果你拿回來的話 對黑拉是一件好事喔 畢竟是他的附金 不然就只能到野外喔 來挖這個野金喔 但是這根城堡並不是差這個位置喔 就稍微有點可惜喔 這根城堡插下去的話 石頭區跟礦區喔 這兩個地方都可以很舒服的拿下來 好 那 黑拉這邊是決定要來打重裝駱駝 那這個確實是庫曼倫會比較討厭的一個單位 因為自己本身沒有重裝駱駝 但是有遊俠 但遊俠又會被重裝駱駝給稍微克制住 所以現在的情況對於 庫曼來說是不太好處理的 而且他出了這麼多的駱駝 這個駱駝 終究還是一般的駱駝 還不是重裝駱駝 待會也不能升級上去喔 這就是庫曼倫為什麼打駱駝會 後期會很危險的一個原因喔 很容易被對方的一個帝王兵種給壓制住 好那這邊升到帝王時代的庫曼倫是選擇了級兵的升級 欸 庫曼打級兵就沒問題喔 因為他有三級防 雖然這個級兵有三攻三防喔 但沒有特殊能力喔 但是要拿來應對這個重裝駱駝的話 算是綽綽有餘了 那達達人這邊只需要再補下更多的馬功喔 去阻止對手的疾病喔 對自己的駱駝造成巨量傷害喔 應該大致上沒什麼問題 因為畢竟安息人戰術打長槍兵還有額外加4的傷害 處理長槍兵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這邊槍兵趕快一直按囉 這邊要碰我按槍兵了 這裡不能再按駱駝了 再按駱駝 庫曼會輸 好這邊直接做個包抄 駱駝直接把馬功包了起來 還有少量的疾病再輸出 直接戳掉了黑拉大量的馬功 這一波死傷慘重 黑拉可能會直接倒光嗎 結果駱駝已經抽到安全地帶 但馬功算只剩下7隻 直接升級好的化學 但是沒有去體下這個馬功的能力喔 防禦也沒有點 反正是優先點下了駱駝的升級 好這邊有少量的青騎兵從左邊殺了進來 他的第一時間用駱駝去救了一下自己家的農田 應該是可以輕鬆鎖住了 雖然沒有重重駱駝打青騎兵還是綽綽有餘 剩下了曹妖治療 還有這個三級防二級攻 重裝馬攻三級攻 哇直接瞬間都補下了 黑拉這邊經濟越來越好 130村 好村民停了喔 沒有再去點了 這應該是為了想要先點科技喔 開始要爆兵專注對付了 好這根城堡拆掉之後 自己的護金拿了回來 待會這邊可以再補一根城堡 然後可以守住石頭跟黃金點 OK重裝馬攻一號攻擊7加4 完整體的馬攻已經出場了 那接下來黑拉就是要補更多的肉馬 加上這個馬攻喔 出去運堆就可以了 待會再點下這個銀罐喔 大草原耕種技術喔 就可以讓自己的肉馬 還有這個草原騎兵跟馬攻喔 可以高速生產 這也算是達達人的核心關鍵科技之一喔 高速噴落馬 但我真的覺得 不好意思 這是庫曼的關鍵科技喔 講成達達 這兩個文明混在一起講的時候 有時候會搞混 那達達這邊是有關鍵的絲護甲 但絲護甲的話對庫曼人來說只有青茶有用 但如果對方不是打青茶的話 真的打法就沒有必要去點了 那待會要點的話也只有可能是金冠喔 去點這個鐵木工程術喔 然後去剪下去之後再產出自己的火焰駱駝 去炸一波對方駱駝 好那目前庫曼的打法是駱駝非常急兵 確實對到了黑拉這個配兵組織喔 造成極大的傷害喔 這邊額外增傷感覺打起來不錯 但上方馬功也是持續在消滅疾兵跟打兩個駱駝 這一波交換其實對哈特來說並不虧 甚至打出了一定的身價 這一坨兵本來是有可能會被白送送光的喔 但這邊直接硬上喔 確實讓黑拉已經重創他的士兵喔 村民也被庫曼人這邊反超了回去 村民出目目前是134吋對上116吋 村民差距大概18吋左右 這邊疾病慢慢走得出來 又來看一下這邊要怎麼守囉 大羅馬出來了 打打大羅馬也好了 好庫曼人繼續出疾兵加駱駝 雲友要出青茶 因為青茶確實不太好對付重裝馬功喔 好看一下右邊 這邊都是在騷擾喔 小打小鬧喔 還是弄到了黑拉的一點經濟喔 好這裡想要把他死喔 結果被城堡制裁 偷把他失敗 這邊點下工程工程師 要來增加一下距離頭司機對建築物的傷害 還有這個增加一點的工程距離喔 好馬功稍微測一下 新奇兵 現在不是新奇兵是大羅馬 大羅馬直接驗了過來 上方駱駝想要解 但疾兵已經在後方 這邊肉馬扛住了一些傷害 讓疾兵有往前的機會 但是馬功這邊還是可以繼續秀疾兵的喔 但疾兵走的速度還是有點快 小人過來 那庫曼這邊要打的話 感覺只能出遊俠 但遊俠現在投資成本有點太貴了 但是他現在出的兵喔 都是跟肉有關的喔 還有木頭 所以黃金下省這麼多喔 不太確定庫曼還能打什麼 其實是可以打工程器喔 但我不太建議打工程器 因為對方都是馬舊單位喔 效果可能沒那麼明顯喔 雖然有這個重頭 但要運用得到喔 而且投資成本過高 一個失誤就掰了喔 容錯率比較偏低喔 遊俠來說還是比較泛用一點點的 但是對方有重裝駱駝 這也是有點麻煩 可能最好搭配的就是 遊俠配上級兵 去做一個正面前壓 可能下午會不錯 遊俠去打馬功 然後如果自己的遊俠被追喔 後面的級兵喔 就可以去幫忙打這個駱駝 下方大洛馬直接串到了哈德加里 造成了一點傷害 大家看一下村民也是持續在下探中喔 建議村民來到九十六村 我最喜歡九六了 那上方村民也是被弄到不要不要的 表面看起來哈德是比較虧的那一邊喔 原來這邊已經殺到了加里 而且距離投資金已經開始在拆自駕成燈中心了 這一個田爆開之後 庫曼倫的農田也會變成下降更多 甚至連木材也都快沒有了 經濟開始被消滅掉了 好大洛馬持續在後方亂砍一波 好看他正面這邊對打 級兵直接上去硬戳 黑拉這邊也沒在空兵原地開打 但是駱駝的數量實在太多 扛住了第一線的傷害 最後馬功把剩下的級兵也一併收光 哈德也直接打出了GG 這個GG有點突然喔 但兩邊這個文明喔 很少見喔 互相遇到在阿拉伯 那這個也算是蠻經典的一個對決 果然打打後期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原來庫曼各種單位 太容易被打打後期的組合給壓制住 不管你是要出遊俠或清查 清查很容易就被重裝馬功壓制喔 那如果他出遊俠的話 重裝駱駝也可以很好的反制回去喔 而且就算出遊俠的話 打打還有這個鐵木的工程術 再點下這個火音駱駝 遊俠也是不好打 庫曼人的話如果不打馬修單位的話 他也是沒有特色喔 打步兵也不是夠強喔 那戰毛兵的話也沒三級射 工兵也是偏藍一點 工程器的話又缺乏這個防守 對方的機動性單位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庫曼人打到後面喔 只有這個級兵配上遊俠可能是最佳級喔 這場的感覺是這樣子喔 但我覺得這有點算是文明康特吧 這一把 但個人的操作我覺得還是佔大部分喔 如果庫曼人 對上一般的打打玩家的話 是庫曼人可以靠農的方式農上去喔 然後再淹死打打人喔 所以我覺得這場對決的重點喔 是在於前期喔 前期上庫曼人沒有拿到太多經濟領先的話 很容易就會被打下來了 那也是因為黑拉前期採用了封建小弓喔 轉奴兵的一個策略關係喔 所以像城堡時代喔庫曼人毫無招架之律喔 那一段的空窗期喔 造成庫曼的一個封建開農的優勢喔 變成為0了 那打打人這邊喔 也是很早就開下城鎮中心 追上了庫曼人經濟 所以才沒有導致被庫曼直接農一波 然後遊俠 然後出來被打死的一個狀況喔 這就算是黑拉對文明的理解喔 相當熟悉喔 所以才能打出這麼好的一個優勢來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喔 沒意外的話兩邊應該是差不多的喔 來看一下經濟 這邊庫曼人是領先了大約 才一一還不到一千目耶 哇靠 他差六百多目吧 好那食物的部分呢 是差了大概兩三千而已 他還能接受 其實經濟來說都差一兩千兩三千喔 那黃金的數目是四個勝物喔 哇哈德這邊是蠻多的喔 但真的是兩邊差距真的蠻接近的啦 因為這兩個文明就是這樣子 但最後如果資源都很接近的情況下 那庫曼人呢 勢必是會變成弱勢的那一番喔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我們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